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要不得的一个心态 如果一个首长碰到最近的所谓事务爆出来的这个网军的这些议题的话 照理讲 一个市长应该马上把几位 不管是政治参谋也好 或整个政治的这个首长也好 视为国家的国安会议要马上召开 我们市府的政治危机或是公安危机的一个会议 到底出问题出在哪里 但是很遗憾 很遗憾 那个主席啊 我不知道这是委员的计刑还是市政委的计刑 王敏生议员在总执行的时候 希望他们在这个礼拜三的下午 能够把这个PTT的网军这个调查报告 送到我们议会来 我礼拜三下午到六点多的时候 我还在等这个报告 我还在等这个报告 我等不到这个报告 今天早上在交通的专案报告上面 我才知道从官方的打询上面说 有他们那个下午有送过来 送到议会 甚至于他们只送给一些议员 送一些议员而已 主席市政 对台北市政委的职权 默示到这种程度 那个报告 照理讲 是应该不管是知信局也好 应该发送到我们每个议员的研究室 甚至于 要上到我们议员每个人的电脑系统里面 但是 我那天在准备资料六点多 我李宣章议员的研究室 没有任何信息 接到这个报告 一定 我为什么说你自暴自弃 第一点 你没有正视这个市政府台北市政的危机 你不知道这个事情严重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昨天在这里寻导的时候 检议员 就寻导的时候说 你没有看过这个报告 我跟你说 市政 你台台医科比较 你管理台北市政七年外 如果你看到那个报告的话 我告诉你 你拿起来要把它这样撕掉 会把它撕掉 为什么 整天的时间 那八月报告 都是简贴复制 完全不是一个像样的报告 然后 就阴行苟且 某某服务 呈现来台北市议会 这是第二点 某是我们台北市议会 某是我们台北市议会 所有议员 应该有的监督职前 你认为这些台北市议员 都是白痴 都是白痴 我告诉你 市政 你这种自暴自欺的心态 非常非常要不得 市政 我给你问一个人物 你当时你很认真 你抗威抗 抗威生 我给你问一个人物 有一个人物叫汪溪凌 你知道这号人物吗 汪溪凌 汪溪凌 给你30秒回答一下 那个海军少将情报局长 对 外公 我为什么跟你提这个人 这是蒋经国总统晚年的时候 1984年10月 发生的惊天动地的江南岸 这个大事件 是谁 谁搞的 是国防部军事情报局 汪溪凌局长 结合黑社会 到美国去杀人 人家问蒋经国知不知道 蒋经国当然不知道啊 蒋经国不知道 蒋经国不知道 但是蒋下午 他的儿子 蒋下午 就因为这样离开台湾 因为美国 因为美国非常生气 你跑到我美国的本土 是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局长 结合黑帮 黑社会 到美国本土 来杀人 来杀人 我为什么提他 那个市长 我认为现阶段 你的角色 你的职权 就好像蒋经国一样 挤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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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市长都不用再来问问 我都不知道啊 结果 是你旁边的人 最亲信的 那时候蒋经国最亲信的 金氏情报局局长 硬做很一段时间 派人到美国本土 这三个人 一顶 你市政官吏 你自暴自弃 这是我的看法 我今晚你已经放棄了 你像这个事件 你无聊无聊 都没有动作指挥书 今天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跟你说 我在怀疑 你的团队里面 比如说你们蔡壁如 说不要说网金 应该是网路益勇金 网路益勇金 好了 我们就正其名叫网路益勇金 我一直在怀疑 这是一个组织性的行为 有做这个 后面 有个总竟人 有个总竟人 那个常敬人 就等于是汪西林 我不知道 有可能你都不知道 你也没有你受益也没有什么 但是你筛肉益 筛肉益 会缺的人就会做事 我今天在这种委员会 听到一个很韩国的对话 那个你们那个发言人 就陈志涵 你知道吗 对 哦 他说听说你有 实际上 那个 你们那个 你们那个 好好把那个 苗柏雅跟那个简苏白给他干倒 给他们对 如果你对的话 你没有早日生什么发言人还是怎么样 敢有这种事情 我跟你说 这种话都有前因后果 也不要这样讲 对 所以你有说过吗 第一点 因为你的态度 跟你的 你的议案 你有可能笑笑给你说 你把他冲在哪里 你如果冲在哪里 我早就把你姓发言人 你有可能这种姿态吗 你今天这样敢对吗 你今天这样敢对吗 你有说过吗 我跟你说 你已经 我可以回答吗 你回答吧 第一点 我每天还是很认真上班 没有什么叫自暴自弃 这我们几十年的习惯 不会改掉 第一点 第二点 很不幸的 我没有政治幕僚 我跟你讲 我如果有政治幕僚 就不会搞成这样 我现在旁边哪有什么政治幕僚 我就是觉得说 国家的运作应该就是 其实我的这一级所长 事务官我看超过一半 我就是不想觉得说 我们不应该把国家全部在搞政治 我们就是该怎么做 所以这是一个行政的团队 所以他们平常没有在搞什么政治 市長 你已经信念 你七年已经混运 混运又变成政治流声 没有错了 我跟你讲 你任何的议员 任何的发言 都是政治啊 我跟你讲 你刚刚鼓励你们的发言人 副发言人 你们再把命保押 把全書把他冲到 还是跟他们对抗 对抗得越激烈的时候 你有什么 背起来做发言人 我跟你讲 这种心态 我跟你讲 他们两个女孩 我觉得这两个女孩 是有够用的 他们的准备资料 都很清楚 我跟你讲 他们接触也非常势力 我跟你讲 他们要跟他们对视 没关系 都挑公开的屏幕 跟他们对视 没关系 但是书底下 不要用这种 戏内的这个言语 不要有这种戏内的言语 好 你知道这个市长 你知道吗 总共有十几个人 会展基金会 交通局科长 交通局公共运输处 郑公运输处 他自己本身在交通局管资讯 他是管大数据的 你知道吗 他自己本身在交通局管资讯 他在管大数据的 他来 竟压不得的是 那个郑峰处 派住在公共运输处的郑峰处主任 他是在管公务人员 应该有的法規嘛 对不对 他应该在管这些法規啊 他坐在那裡 攻击其他人 这样感到 这样感到 更要不得的 就是咱那个简出北议员所说的 那个会展中心 那个林姓啊 那个主员啊 去台大医院 去看病 造谣 造谣就对了 说台大医生 不给他 那个新冠的口服药 哇 这怎么会有这种 这么离谱的事情呢 一张 你认为这 这怎么会是 你认为这十几个人啊 当然还有很多人 因为我们议演没有那种时间 也没有那种专才 去搜寻什么 IP这种东西 但是 在社会上很多 很多人 你看 那个四叉猫 那一天把那个都 都更出那个员工 你们那个资信集抓不出来 人家十五分钟就抓出来了 人家十五分钟就抓出来了 一张 言论自由齁 言论自由 其实我们都应该要保障它 但是你昨天在寻导的时候 我跟你一样的看法一样 我们要有比例原则 你说 上班的时间 都不能怎么怎么怎么 但是 既就 不要用工序 要 不做 不愿意愿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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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对自己急促的政策 在上班时间里面 不要去发表言论 你要发表你下班回家 而且 那个既定我来说 想跟各位 这些 这些网金 这些义勇军 他们礼拜六礼拜天休息的 你知道吗 他们礼拜六礼拜天休息 周休日 他们利用上班时间 用你们市政府的电脑 再做这些行为 市長 这个苗博雅议员 在他的脸书 说得很好 其实我记得说 我记得说 这个红坡 是我们台北市 非常关键的一个危机 就是我们市府 我都跟各市长大家都听好 你们市長 应该是 这次红坡 应该做一个 政治先言 不应该在我们的公务时间里面 做哪些动作 违背法令的动作 你们就 公务任的 苗博雅议员说得很好 打混 打混 打手 打手 打混 上班时间打混 像那个卢主任一样 像林科长一样 打混 像那个会展基金的那个林组员一样 就打混 也有可能被你们打手 你攻击 议员的助理 打手 还有 我说 为什么 不要叫卫生局跟警察局调查 我跟你这个风波不是我今天谈完就OK了 针对你们那个潦草草率的调查报告 下个礼拜三 如果 别的一言不提的话 我会提 我要把你们的调查报告再退回去 再退回去 重新再调查一次 为什么 因为 这里面 有没有 寄生 寄生在我们台北市政府的党工 民众党的党工 打混 打手 寄生 描迫一言 这六个字用得非常好 我说实在的 真正要调查 是一个一个叫来问 我在那里问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拿出什么代价啊 你有没有拿钱啊 你扑一折要多少钱啊 有没有 每个人都来否认 每个人都来否认 这是第一点嘛 有没有代价关系 卫生局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警察局会问吗 我跟你说 应该我在这里 议事厉害 公开说 你们台北市政府政风处 讲对陈姓宇局长 那个行政不总理的问题 做一个环境的报告 我老实说 我做议员那么久了 不然看到一个 官方的招杂报告 做到这样的那些省畜 这种事情 本来就要正风处 正风处 跟警察局 看是什么角度 上面 应该好好地去调查 市長 这个风波 不是李建江今天 这个议题执行完 就已经没有了 下个礼拜三 如果其他议员不提的话 我会提 退回这个报告 冯鑫 再调查一遍 冯鑫再调查一遍 市長你先不定 你先不定 你既然说 这个让子弹飞 飞了一个礼拜 我都这个市長 我都不去插 这个风波最后到你的身上来 因为这反应出来 就是你的领导统议能力 你的整个一个事务的治理能力 我认为 你有点自暴自弃 让子弹飞 飞到哪里就算哪里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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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非常要不得 非常要不得 我刚才 摩路这个问题 后来拜登 我在台海中 我会拿出这个案子 再来 我先来说你自暴自信 我来跟你检讨一个社宅的问题 你现在存半年而已你知道吗 市長你存半年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现在切工切料 你也知道吗 切工切料 物价挑战很大 知道吗 知道吗 你应该叫朋友这边 叫工务局这边 叫道华局这边 不管是社宅 不管是工务局 这些 大大小小的工庭 你要監督一个事情 隔壁的厂商 会不会偷工减料 你知道吗 你知道 我表一下这个钱 我现在在做了 但是 我叫人工 叫料 没法做了 但是它还有 有完工的旗船 它会偷工减料 它偷工减料 它偷工减料 它现在进行的工庭 你现在半年之后 落去吗 半年之后下台了 再来 工庭所拼的车 都要算在你的头部上面 柯文哲民调乡家 柯文哲当时 新增的哪一种建筑物 目前脱工减料 怎么样怎么样 你一世人 你刚才说你很认真 每天很认真 但是你 你现在明年 新的地方有情人的身材 你監督这些事情 有可能是这样 我来秀一下 我来秀一下 那个中南色彩 跟瑞光色彩 这个中南色彩 那个中南色彩 市長 那个地方机长 你看一下 这个玻璃 这个玻璃 没有多久 这个玻璃 会自爆 自爆 变效 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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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柯文哲 政内所兴建的色彩品质 好 再来 我們再看那個消防那個 那個消防的警報系統 半夜睡好 非常敏感 非常敏感 一直噴一下就涼 噴一下就涼 插到人的臉 結果 他們在管理會叫他們的祖國公 你就拿那個保鮮膜 或是什麼膠帶 把那個靈敏那裡 乾脆靈敏樹把它貼 把它貼起來 市長 這不像話 這不像話 再來我們看瑞光 瑞光的 市長 我記得瑞光社宅 就在瑞光路陽光街口 我跟你都有參與動工 然後現在也入住了一段時間 你如果看外面 這個青春做的這種的品質 這種的地爭 我那天在公務部門執行的時候 工務局長 新工處長 你們聽好 你們都還沒有給我完整的 schedule 報告 你們都沒有去玩這個東西 你們任何人都沒有給我報告 我在公務部門的時候 已經執行了 市長 市長 這個是我們 新的社宅的品質 好 再來 我來說一個 這個齁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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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港的議程社宅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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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建築專業 這個我不是建築專業 但是就是民眾給我爆料 是公司內部員工給我爆料 我老實說 沒有議員爆料怎麼會知道 就是李慶緣議員 冰藏處如果沒有人會爆料 冰藏處議員怎麼會有接受 你們建築有一個概念叫BIM BIM 那個黃記長你能夠說一下嗎 建築資訊管理的系統 好 叫做建築資訊模型 市長 這個建築 建築資訊模型 要包含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來看第二頁 疫情社宅統包希求書的明文規定 這明文規定 我畫的紅素這些 就是你們 疫情社宅 要來包的 要來標的人 要符合這些規範 他能夠拿到標案 拿到標案 後來 我們時間的關係 那個推套後面那裡 然後你知道嗎 你們那個建管處 張明山指責秘書 市長 我這群這 就是希望你可以 好好調查 看看 因為這些社宅在興建 我剛才已經提過了 切工切到全體底下 這些得標的廠商 會不會偷工減料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我剛才說 你們這個設計的統包規範 要符合 DIN 這個資訊的這個模式 但是 你來看 這個公共空間 你來轉到那一頁 轉到疫情社宅 統包希求書那裡 你知道嗎 在右下角哪裡 這規定是 設計度 市長 局長 設計度規定 天花的裝修 天花板的裝修好的 靜高 至少要 奧電粉明 奧電粉明 結果 這個怎麼樣 可以說給我爆料 不知道 什麼說什麼 台北樂 什麼東西 就來燈情 來核雕 來找人 結果你們 你們煮米開一個火 五點五米 就這樣下來 這樣下來 跟藝作報告 這個是因為 浴城設載 是在 航高限制的這個區域 那原來在統須書裡面 有一個應該要有樓高 這個進高是2.5公尺的 限制的條件 應該要滿足它 但是因為它有 限高航高的這個條件的話 我們的這個配置上的樓層的 進高度就會相對會受到 這個壓迫 所以我們在設計上 樓板還是符合2.5公尺 那位局長 你當作我這裡議員 就知道嗎 浴城設載 那塊地會挪動嗎 我是不是航高 市長 你記得局長 要給我回答 有道理 你這塊會拌勁嗎 會拌勁嗎 會拌勁嗎 會挪動嗎 你們不知道那塊地 要在航高限制嗎 你怎麼現在 再給我回答這個問題呢 對 所以我們統須書要求的 這個2.5公尺 它樓板要符合 但是是在 它的樑的底下 因為樑通常 它的這個深度又會比較深 所以樑的條件 才會回到說去檢討它現實面的 差不多2.25公尺 長 長 我跟你說 我說 地在那裡 你要去搜集的時候 怎麼設計 很抱歉 在我們內湖區 或南港區 在基隆和沿岸 都有碰到 航高的東西 這是最大的認知前提 不可能 一個設計師 不可能 這麼白目 不知道這裡有航高限制 然後 會辦中途 由你們主任秘書 來修正這個東西 來修正這個東西 總共一句啦 市長 我不管你 要自報自信也好 或是都要跟 全半年 我來跟你說 有很多工程 要追加他 算在後面 有很多工程 現在在進店 現在 現在 今天的 今天的 感動 我們有 委託的感動 民間的 民間 公司也在感動這些東西 知道嗎 不要 偷工減料 偷工減料 後來算 算 算小 都算 你 柯文 做 你的 你的 身骨 我這間 我這間 去調查 看看 來 市長不要怎麼樣 怎麼樣 你不要叫 黃市長給我報告 你看要指定什麼人去調查 看看 我不敢說 是庇案 因為我不是選家 但是在我的選機區 我就要了解 到底你們 比賽了嗎 你們比賽了嗎 因為你來國外 把我爆料 做市長 你還剩半年 去統整一下 進行中的 大大小行的工程 不要留下一個臭名 柯文哲是大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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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你快點 這個追加預算 其實本副市長 有一個專案小組 所以理論上 我都跟廠商 應該他每個廠商都知道 他有需要他就加 可以來申請追加預算 所以不應當有 有那個偷工減料的情形 但是這樣 我想所有的首長都在這裡 自己的局數自己 自己顧 所以 被人家提到 我就要檢討 我自己會去看